哈啰,我是威威,我是威威,今天想跟大家講我中文一分鐘的記憶 關於什麼,關於見解論情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,見解論情,我反映同學經常有一個犯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? 兩個論點,兩個角度,七分,七分 但是呢,他的答案是放在哪邊都可以的 兩個答案可以互換的,其實這樣是不成功,也不理想的 那考試的時候會有一個分數的 那麼我想跟大家講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避免的方法,為什麼避免呢? 就是選擇角度的時候要舒服一點 為什麼呢?有些同學會是沒有想過 就馬上寫,一個人寫社會 一個呢,寫人類的意義,這個是2019年,社區,人類的意義 那兩個方法的時候,其實發現呢,都是群體的東西,很容易重疊的 給我選的時候,我會選什麼呢? 個人,社區,兩個角度就不會重疊了 由自己和他人分得開的 尤其是考試給你們自己選的角度 這台會寫什麼社會國際,一定會刺的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?就是考試的時候 如果我是你,用整合校正教你們的目的反對 先選一個角度,他的角度是人生,個人成長 先把個人成長拆開什麼,心靈什麼,拆開什麼 然後每一句,每一個段落,最後都拉回到這裡 保證自己不理睬